中国航空监管机构周一表示 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首架C919宅体飞机即将进入总装阶段 并预计于年底前交付 由中国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制造的C919飞机的交付 将标志着一个长达十年的计划的里程碑 该计划旨在与空客和波音制造的飞机相竞争 中国民用航空局华东地区管理局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说 C919项目的认证委员会周五在上海举行会议 审查了中国商飞关于飞机批量生产的报告 中国商飞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获得型号证书 证明该机型已经符合飞行条件 监管机构表示 会议还批准了调整当前飞机生产证书计划的提案 这是大规模生产之前所必须的步骤 但监管机构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细节 C919目前正处于更有限的批量生产阶段 C919是一种窄体喷气式飞机 由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制造 旨在与波音737和空客A320展开竞争 不过C919的部分零部件仍然依赖国外制造商进口 包括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控制系统、通信和起落架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于2020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美国公司占到C919主要供应商的五分之三 据悉 东航于2010年签署了20架C919采购意向 2016年在第11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东航与中国商飞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成为C919大型客机的全球首家用户 2019年东航又与中国商飞在北京签订 ARCH-21700飞机买卖协议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